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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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说今年好像过得很快啊 不知不觉 对 这个秋天 今秋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 双降来了 对不对 这俗话说这个秋将近 露节为霜 冬遇来 情节为爱 哎呀 田川也笑到不行了 爱情接不下来了 我们就一块来说说这个双降好了 这双降是秋天向中心过渡的这开始 也是24节气当中第18个节气了 这个当双降时节啊 就是天气逐渐变冷 露水凝结成霜 露水凝结成霜 像这个黄河流域啊 就会出现了初霜了 双降其实是重要一个农作时节啊 像这大秋做完成收获的这个季节 那北方双降之后呢 就到了收获大白菜的时候 那很多地方就开始腌这个酸菜啊 什么就有了啊 此时长江中下游 以南地区呢 正值东脉播种的这个黄金季节 所以俗话说啊 补冬不如补双降 双降还是进补的好时期 那不少地方怎么补 吃牛肉的习惯 南方的一些地区 会在双降的前后喝鸭汤 吃鸭子 据说呢 北方 北方很多人呢 他可能会来喝一些小吊梨汤 不过这个我们稍微来讨论啊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 是怎么样的来过过这个双降呢 反正一般来说就是要多吃青菜 蜂蜜 银耳润肺 还有高档代的食物 防灶防御 这不知道大家 主要是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 还是关心吃的话题 不过我说今天在凤凰食堂五间的时候呢 那有一些我们公司来自于北京的 的同事就说 其实他说什么喝这个小吊梨汤 小吊梨汤还是这几年来才有的 倒不是说传统一定喝小吊梨汤 近十年吧 应该就近十年 好像北京就突然就很多 就开始流行喝这个小吊梨汤 所以他也是喝像糖水一样 对 他是梨熬出来的 主要是梨可以润肺嘛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年 我就昨天晚上突然之间嗓气就开始哑 然后我说我是那个十二节气的那个什么什么 晴雨表 对对对 然后一开始转变的时候开始就有反应 然后很多的网友呢就觉得说说 以前二十四节气就很明显 然后尤其是像白鹿啊 早晚就会很明显的有凉意 但现在像双酱呢 虽然是好像凉爽的天气 但是也开始慢慢变得很干燥 尤其是浓浓的秋天的味道 然后也开始显现出来了 嗯 其实我觉得二十四节气真的很准 包括这个双酱 而且我赞成在节气注意的时候 吃东西注意 那天川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了 所以的话双酱确实有科学道理 包括刚才你们说梨 其实我们在喝梨水的时候 还要加点蜂蜜 主要就是为了润肺 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天气纵然发生变化的话 对人的消化系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的话应该来润肺 嗯 知道吧 我现在讲一些 学校笔记 然后离家蜂蜜 这是要储备好过冬的能量 如果说呢 在双酱的时期呢 把底打得好 顾得好 那个冬天啊 就少一点感冒患病的 但是说补归补 但是不能补得太过了 就还是要温补 对 好多要温补一点比较重要 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 在双酱之前的话 需要储存萝卜 其实刚才小片脸已经提到了 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那个经历 挖地窖 然后往里面放萝卜 放白菜 然后冬天再吃 因为这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在北方 没什么菜可吃 就是萝卜大白菜 在那个那个什么乌亚上面 全都是晒的那个大白菜 准备要过冬 还有大葱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个共同记忆 就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肯定性就是跟爸爸 但是现在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内地实行了这二孩的计划 生育政策之后呢 孩子跟谁的事 就成为了一个更加具弹性的 讨论话题 那影响调查显示说 有54.7%的受访者 能够接受孩子随母性 其中的女性受访者 能够接受的比例高于男性 这应该是必然的吧 但是你会赞成孩子跟妈妈的性吗 我们走上街头 听听大家怎么说 问啥跟妈妈性呢 随爸爸性不是天天地义吗 孩子还是跟妈妈性吧 毕竟人家的孩子是吧 是我的孩子 但是毕竟现在这个传统 就是这样下来的 可以接受这个没什么问题 现在都很开明 现在跟谁性都一样 我觉得可以 问题不大 家庭的父母都比较好过分 我很支持 因为我也想有个爸跟我性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是过分了这个问题 这个现代社会了吗 为什么非得要跟着爸爸性啊 对 然后就是 一个可以跟着爸爸 一个可以跟着妈妈呀 现在这个女性也比较独立嘛 也不一定不要跟男父亲性啊 我家第一个孩子 就是跟我老婆性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跟妈妈性很正常 很自然 这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观念 跟传统可能稍微有点抵触 因为现在不像过去很传统 然后生个儿子 必须得有这个传承 或者什么样的 现在都都很欧凯人都没关系 而且不要孩子也很多 在过去传统呢 还有说同性之间 同个性式的不能结婚 他们说你好像就是 主上是一家是吗 对 就是一家 就是说这个基因啊 遗传啊 还有甚至还有想到这方面呢 我当然 宋先生您同意吗 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的话 随慢慢的心 因为我是上个星期 还上上个星期 我去参加了我一个亲戚的婚礼 在婚礼上 这个女方的家长说了一句话 男方的女方的家长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现在嫁的什么家 你就应该 类似于嫁机随机 另外呢就应该是生是怎么样 死是怎么样 就下面有人就一片哗然说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一种考虑 所以你觉得这种性 怎么可能会跟女性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传统的观念 在中国社会 现在也是根深蒂固 但是有一类的 它就可以照顾的比较平衡 比如你姓陈我姓宋 咱们俩就叫宋陈什么玩意 我刚才也有帮外君 田川的孩子叫万田 蛮好听的万田 开玩笑 家财为我这种复兴产生 但是我们的网友 还真的就点到了这点 它说传统观念呢 是跟父姓 但现在也无所谓是跟父姓 或者是母姓了 而且还会有新的父姓产生 就像我们刚刚说 可能两个人的心 就是一个新的姓氏 那另外还有诗诗就觉得说 如果孩子和爸不同姓的话 人们第一时间反应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和爸爸没有血缘关系 然后开始说 对他的身份还有背景 产生一种质疑了 可是这一位叫伪座 他说姓本来就是应该跟母姓 因为我们是一个母系社会 可是你知道在台湾的少数民族 就我们说的 在地说的原住民 像那个是母系社会 他那个孩子第一个身处 还真的是从母姓 对 所以如果说 从血缘的传统观念来讲 有人一定放不开 但是我觉得这个姓谁 跟谁姓 最重要是小夫妻两口家好 家庭和母就好了 两边的家庭没意见 其实讨论好就好 其实好多生双胞胎就是嘛 一个孩子跟父母 跟爸爸姓 一个孩子跟妈妈姓 只要是两个都好解决 现在问题就只有一个 其实包括你像我这个姓宋的 宋其实也夫姓不太好起 如果对方姓李的话 就要送李了 我就叫送李 这也挺好的 谁给谁送啊 你起个长点 送出去拿回来 送李 送李不收李也可以吗 不是怕的是送李 这个李他的小名被人喊小李子 那不得了 好吧好吧 我们再来接下来这个话题更厉害了 我们得从一张厉害的照片来说起 来导演上照片 为什么说厉害 各位看看 这张铜框的人要凑在一块 还真不太好 哎呀真是 大家仔细看看 您认出来都是谁了吗 数数看吧 出现了几位美国总统 先数着 大家可以看看背后这位 穿着一级白衣的女生 这个时候看见就非常显眼 认出来是谁没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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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不清楚 装变了一架嘎嘎 我真觉得他就是 踢上去的一个人的感觉 他真好幸运哦 这个这是一张货真价实的照片 没有踢过的 这是在什么呢 10月21号 美国五位前总统 一块出现了一个叫慈善音乐会 那么就为进来到这个 受到这个飓风重创的灾民来筹款 像刚刚照片当中 奥巴马 小布什 克林顿 老布什 还有卡特 都出现了在这个舞台上 除了93岁的老布什 因为这个帕金森综合症 只能坐在轮椅上 微笑挥手之外 其他四人都发表了一个 简短的演说 现场还播放了一段 特朗普给五位前任 点赞的视频 全都在这场舞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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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迪总统在数万民众和电视机前 可以说有数百万美国人民的注视下 被刺杀了 但成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悬案 随后呢 有关肯尼迪遇刺的这个阴谋论的说法呀 层出不穷 被怀疑的对象很多 包括中情局啦 甚至连美国总统约翰逊 苏联的克格勃 还有美国的黑手党等等 那么到底是谁要置肯尼迪于死地 这个谜团呢 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解开 因为特朗普呢 最近大家一直在盯着他 因为他先前放话了 说啊 这个他要不顾安全部门官员的这个意见 打反对没有 他在推特上面就发布了这个重弹炸弹 说根据收到的进一步消息 作为总统他允许公开长期受阻止和保密的肯尼迪档案 这批档案呢 是由六千多份的文件组成 长达了数万页 其中还有三千多份从来没有公布 另外三千多份则是公开过删减版 虽然有些专家认为 这些机密文件当中 不会有任何引人震惊的消息 但依然吸引了全球的眼球 还不止美国人的眼球 那肯尼迪的总统遇刺案 究竟是什么样天大的阴谋呢 不知道会不会真的马上要真相打败 如果这文件公开肯定会出书吧 对对对 我正想说这个 还有好莱坞大片 人家开始写剧本 以前有一个好莱坞的大片 叫刺杀 刺杀给你 所以我觉得需要改版 再出一个新版的还是3D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另外就是 他这一次解密的文件 以前其实也解密了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美国解密的文件 他有一些核心部分都会给你涂黑 包括一些50区的一些解密文件 也都是涂黑 但是涂黑之一部分的话 也许过多少年 他又把原件再给你 其实他们已经过了一个时间 美国的实现是好像是说50年吧 如果是比方这个 密的级别不一样 不一样 机密密密和绝密是不一样的 而且曼德拉这个 他的刺杀很有趣 就是 肯尼迪的刺杀 因为是有一种现象叫曼德拉现象 就是大家的这个集体回忆 和他的事实是相违和的 曼德拉 那个肯尼迪被刺杀的现场呢 就在那部电影里面 就是四个人坐在这辆车里面 但是在现在 你再重新再往上面去寻找 这样当时的画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辆车 已经变成了是六人的一个座位 中间多出了一个是周长和他的夫人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说 到底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一份报告 反正呢 我们都知道 美界的美国总统都知道 但美界都不太能公布 到底真相如何 最后再说一句啊 对 曼德拉没有被刺杀 哈哈哈哈 不是 曼德拉的死也有问题的 好 悬案悬案之所以悬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掉大家的这个胃口 但现在呢 东北亚的局势 不知道能不能用悬来形容 安倍晋三的政治豪赌赢了 竞选中他力挺核能发电的政策态度 是否会冲击到反核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呢 因为为什么文在寅的态度变了 要拍板重启核电厂兴建呢 稍后休息 回来我们继续有话一起讲 日本政坛的大选 我们从上个礼拜有关注了 对不对 礼拜天正式投票其实到今天又是大热点 没错 但是呢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如果不是礼拜天韩国那边有一个突然的宣布啊 那大家就会在想这两者之间 还没有办法突然间的联动在一起啊 因为今天的热点还是在看日本政坛的选举情况 刚才都说他赌赢了 但是赢到什么样的这个气氛呢 其实还是可以来做了解 在去片之前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数字311 这次是执政联盟获得这个议席是311 这个数字可以说对接下来执政联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 怎么关键 跟大家稍后再来聊 这次安倍竞赛率领这个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当中获胜 安倍呢 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 就说还得谦虚对待胜选的结果 那么在修宪的问题上要推动国民讨论 并没有修宪的一个日程表 安倍率领自民党在周日的众议院大选中大胜 周一安倍举行记者会表示 自民党在同一个总裁之下 连续三次获得众议院过半数席位 是自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 这说明自民党赢得了国民的信赖 安倍多次提到要谦虚对待胜选结果 继续推进政策 自民党和公民党的执政联盟 获得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席位 发起修宪动议成为可能 安倍表示并不是大选获胜 就说明国民认同修宪 是否修改宪法 最终由国民投票决定 因此今后推动朝野党派 对修宪的讨论是重点 现阶段并没有修宪的既定日程表 安倍就朝鲜表示 日本将推动强有力的外交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日时 日美将充分协商朝鲜问题 他期待在国际会议上 同中俄领导人讨论朝鲜问题 凤凤卫视林淼淼 陈廷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有没有看到他马上喊话 而且喊的都是重要的领导人 对先前才说 特朗普一宣布说我第一站去日本 他们应该整个幕僚团都军心 士气大振了 现在呢大家也看 不是都有一说 是不是朝核危机帮助了他 可以这么来讲吧 确实朝核危机这样一个外部威胁论 对于安倍再次执政 是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或者说是刺激 包括之前安倍的所谓这些丑闻 尤其是两桩丑闻 实际上并没有撼动他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得不说就是 安倍经济学 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 是有帮助的 所以的话 日本的老百姓 还是把票投给了他 这从中能看得出来 如果你再换了其他一个什么民主党了 或其他的包括希望党 希望这次输得很惨 未必能够把这个经济搞好 所以安倍经济学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成功 包括他对经济的刺激 宽松贺币这个政策来搞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老百姓选他肯定是有帮助 当然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 修宪那个问题 无论是自民党 公民党是有保留意见的 但是作为希望党 包括其他的一些在野的一些政党 也是支持修宪 所以的话修宪那个问题 在日本现在基本上 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这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不我发觉他很聪明 他开始有一点点缓一下步调 我还没有我还没有时程表 对我先看看大家的讨论 但是我们的网友还是很眼见 他说安倍再度执政 必将会完成修宪 这肯定是他自己最后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而且还是追随在美国的这个全球四处挑事 想要重振日本军国主义 而另外呢还有牛奶就说 说这个日本安倍啊 如果能连任三任的话呢 事实其实也是侧面的证明了 日本是举国右倾 也得到了日本人民的一个支持 不过像刚刚宋先生说啊 这个安倍呢 在经济上确实是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而同一时间在能源政策上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小池百合子 这两个人可是一直争纷相对的 前者呢就是为核电站重开而奔走忙碌 而后者则是为核电归零摇起呐喊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呢 一直主张呢是重开主要核电站以提供廉价能源来吸引选票 安倍也曾公开表示说日本资源贫乏不能够没有核电 而小池百合子的希望之岛呢 却是全面废核的坚定支持者 也宣称说要推动日本2030年实现无核化 日本原来是有56个核反应堆 自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之后呢 全部被关闭 而近年来经过安倍晋三的积极推动 日本境内也先后已经有5座反应堆重启 其实田川讲到这儿 其实这次关于这个核反应堆 在大选之前各个党派的这个候选人 其实也是针对这张核牌 这张核好论打了很多他们的这个牌 那之前兼职人在我有看到新闻 他在街头就在讲这个选局这拉票的时候 当时就是因为他的在执政的时候 这个有点不作为 所以让日本国内对他的这个支持 就这样变得非常的低迷 所以关于核的这个问题 不断在打不断在打 小池百合子还有这个小玄淳于郎 其实之前都已经公开反对 安倍还这么强硬 您觉得他是怎么样在考量的呢 这个核因为日本也吃过核的这个亏 但他现在似乎还是要一意固形地往下走 这么来讲吧 核电可以说是最干净的能源 也是最容易得到的能源 这一点毫无疑问 日本的核能在全国的供电体系里面 所占的比例大概是30%左右 这个数字是非常的高 如果要是你放弃核电的话 你其他需要用天然气 甚至用煤炭来取代核能的话 你将会有大量的进口 因为日本它是不产煤炭的 它可以从其他国家再进口 包括天然气 它也是从中东 从其他很多国家来进口 这样的话 它对外的能源依赖将会越来越大 这是一方面 从整个能源结构来讲的话 它需要核能来平衡 自己的电力供应 非常关键 另外一点的话 就在前两天 也许大家翻翻新闻就注意到了 美国跟日本重新签署了核能条约 这个核能条约的话 就是允许日本进行伐燃料处理 伐燃料处理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核电你在最后处理完之后的话 你要把这些燃料棒拿出来 要对上面的一些已经用尽的核燃料 进行再次处理 后处理之后的话 还能够重新来提炼 之后还能用 这个核燃料处理技术 不是哪个国家都能做的 但是核燃料处理技术之后 再提纯的这个布 如果你经过再次的精加工的话 它可以变成武器级的布 甚至可以对于日本未来发展核弹 带来极大的帮助 所以它实际上是军民两用 或者说是军用民用都具备 所以它只要不废除这个核电站的话 那么它跟美国所签署的这个核能协议 是不会被废除 对于它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隐藏自己的核能计划 所以我们这个逻辑有一条线 就是为什么那么重视 他们对于能源政策上 对于核电站的应用 就是因为如果要延伸到再往上 上钢成为武器那些 它本来就是基于这个民用的 这个核能发电基础上 对 所以这么来理解的话 就发现就是最表层的这个原因 似乎是对于民用核的这样一个争夺 实际上更深层次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个政治 或者军事上的考量 那就无独有我 就在这个时候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22号就说了 政府也决定尽快要重启 新孤立5和6号核电机组的计设 也希望国民尊重 还有接受这样一个决定 韩国日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六成人支持重启两个新核电机组的建设 公论化委员会依据这个结果 向政府提出重启核电机组的建议 文在寅周日就此发表声明 表示政府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但会继续推进当初承诺的 去核电等能源转换政策 文在寅协调将进一步加强安全标准 预计对核电的实质依赖将在下届政府 才开始减少 他表示本次公论会过程明确展现 国民才是核电政策的主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注意到韩国官方在操作这个新闻 时间啊变聪明了 因为星期天呢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就是日本这个选举正在投票的时候 而韩国总统文在寅呢 也在星期天的时候做了一个拍板 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到 他的这个时间点转折 因为我们必须把时间倒回去 到今年六月份 文在寅在同一个核电厂的这个区域呢 他说的话却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大家记得吗 文在寅是一直反核的 这个180度的大掉头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太正常了 文在寅是律师处身 他会考虑到现实的利益 他说他是因为民调是这样子 某种程度来看的话 韩国跟日本有类似的地方 他现在从能源的结构来看的话 他目前主要是火电 火电里面又包括两类 一类叫煤电 另外一类叫天然气电 那么这两个在韩国加起来的话 大概比例应该达到了60%左右 那么他的核电 大概占到20%到30% 还有大概10%到15%是什么呢 是其他比如太阳能发电 水力发电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从他的能源结构来看的话 如果要把核电这30%给它取掉 它只能是进口天然气 进口煤炭 这个实际上对于韩国来讲的话 跟日本是同样的窘境 它实际上是个能源需求大国 但也是一个能源相当紧张的一个国家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其实才是根本的 你知道韩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核电技术的出口 而且从2009年开始 它已经像什么阿联酋了 约旦了 土耳其了等等 出口了很多的核电 在和法国和美国的核电公司进行招标比拼的时候 它甚至比法国和美国都牛 所以它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 争取要出口80个核电站的反应堆 那么这样的话 会给它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 但是如果你国内的核电站都停掉的话 谁还敢相信你的核电是安全可靠的 所以的话 它是出于巨大的商业利益 它不得不这么去考虑 现在韩国有25座核电站 目前在用 核动力堆 核反应堆 这实际上是它目前的一个基本的现状 所以让它废几乎是不可能 从这一点我们突然间也因此研究到 这个韩国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 它就是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自行研发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所以就是这么看来的话 就是它这个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出现这种大掉头的这个情况 不过我们都在说 韩国的这个核能运用在日本高调发展的刺激时下 是不是也会出现整体战略方向的调整 还有美国有余在韩国部署这个战术性核武器的可行性 究竟有多少真多少假 我来之后跟大家一块聊 稍后见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小码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进入客户端了解台前幕后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追着电视摇手机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如果是韩国为了内部的经济需求 因此在核能的发展的必须性上 我们就看到了关联 但是如果从它整个地理位置上 更可能可以看到它战略的未雨绸缪 是 我们接下来通过我们手摆上这张图 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地图 是整个朝鲜半岛的这样一个大致的范围 在这样一个分布范围当中 在东部包括了几座核电站 比方说像魏珍 岳城 还有古里核电站 那么分别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 现在又建了新魏珍 新岳城 新古里核电站 算上在西边的这一座这个荣光核电站 也就是说现在在韩国全境内 一共是有七处核电站存在的 对 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呢 就是这个古里 它现在那个归附重新建造 就是古里这里5号 6号的这个机电组这里 那其实日本媒体也非常的关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韩国这个位置 古里 古里 韩国东南部的这核电厂 因为它距离日本列老非常的近 所以日本的媒体 对 特别是九州 所以像日本的民众和日本的媒体呢 都担心说万一这个韩国来个地震 发生了什么事 放射物质随着西风 哇 这样刷的就吹到了这个日本 所以呢 他们就会对 这么样的一个建造的情势格外的注意 这个地图让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就应该算是日本九州这个福岗 现在你看到最近可能也只有200多公里 210公里左右 这就是这个间隔的距离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近 对 而且还有一个危机 就是这三个核电站呢 它们呢 分别距离人口稠密出 就只有30公里 算是密集度非常的高 所以宋先生您觉得日本开始有这种担心 是有原因的吗 还是说只是为了各自的政治考量 还是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担心 文和色变吧 就跟福岛出了问题之后的话 他现在担心所有的核电都出类似的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点 核电应该是最安全的能源供给方式 包括核电在发展的时候 大家其实注意一个细节 核电发展必须有水 它一般要放在水源地附近 无论是海边或者是江边 河边 因为它需要有大量的冷却 通过冷却的方式来实现整个平稳的发电 所以的话对它来说 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网友还是觉得 就像刚刚呢 宋先生也提到的说 因为能源紧缺嘛 尤其是老百姓们呢 看到说这个支持重启核电 但是因为切身体会到了 你关闭之后 带来了很多的能源危机之后 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但是我们有非常乐观的网友 像是暴风雨下的绵羊 他认为说只要是把核技术 用于名声而不是武器 那哪里都可以支持 但是据刚刚宋先生的分析来看 说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再加一句是什么呢 如果核电废掉的话 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电价会涨价 我觉得还是个名声 没错 其实从我们刚刚的讨论分析当中 大家不难看出 无论是朝鲜半岛 还是在日本 废核至少在生活用核这一块 似乎不太现实 但是随时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 不断加剧 韩国保守阵营 其实有些人已经是坐不住了 要求美军要重新来部署 战术核武器的火车变得越来越高 我们刚刚是在说生活 那么现在就来谈谈军事 这可能也是其中带头的 自由韩国党最主要的一个主张之一 美军战术核武器重返韩国 这样一个战略动向 其实启动于朴槿惠政权的后期 尽管韩国政府限于民意 以及法律的约束 对于发展核武器 和再次引入美国的核武器 是不无禁忌的 但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韩国政府当中的安保高层 至少对此进行了非正式的延伤 并且和美国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美国方面虽然已经向韩国提供了核保护伞 但最近其实也表现出来了 在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这样一些迹象 韩国媒体就说 疯狗马蒂斯9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就表示美国有很多对朝军事方案其中 包括不让韩国陷入到危险的选项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选项具体是什么 马蒂斯不愿意谈论更多的细节 另外马蒂斯还说 曾经和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 讨论过重新向朝鲜半岛部署 战术核武器的这个问题 这就比较的受人关注 战术核武器指的其实是一系列搭载于 近程导弹上的核弹 以及核地雷等等武器 可以快速经济的实现最低局部的核打击 其实美国在1958年开始 在韩国部署的这个战术核武器 包括了近程弹道导弹 还有280毫米口径的核大炮 而到92年 韩朝双方签署的朝鲜半岛 无核化宣言正式生效 美国就撤出了在韩国部署的所有战术核武器 9月14号 文在寅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了 不赞同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 或者由韩国自主开发核武 尽管如此 美国方面在于部署核武这个议题上 却表现得颇为积极 韩联社就说了 美国参议院在18号通过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4.6万亿的 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有85亿美元 就是用来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 这个法案呼吁 向日本还有韩国等美国的盟友 提供更有效的安全保障 来应对一个人 那就是朝鲜 当天 国防政策法案当中 还要求防长马蒂斯提交一份 扩大美日韩联盟对于朝鲜 威慑能力的方案 包括将巡航导弹 核潜艇等军事力量 部署到这个区域等等 那么有分析说 此举再次显示出了 美国有意让核武器重返半岛 宋先生您刚在上一节讨论的时候 就提到美国跟日本这边 有一些签署的这个合作 他现在对韩国这边呢 就已经让韩国的政坛 在讨论部署这个战术核武的 这个可能性 那么您评估呢 应该这么来讲吧 日本跟美国有 无核三原则 这个无核三原则里面 就包括不研制 不运进 包括不进行其他的技术开发 所谓的无核三原则 这个所谓的不运进呢 就是不引入 美国的核武器 也不允许美国把核武器 部署在日本的某一个基地 但是美国跟韩国并没有签署 类似于这样的无核三原则 我们总是在说 战术核武器部署在朝鲜半岛 部署在朝鲜半岛 实际上这是一个伪概念 为什么呢 你像美国的核潜艇 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它本身上面是可以携载战术核武器 你像我的航空母舰 我跑到你韩国的釜山港 或者跑到某一个港口的话 我上面带不带核武器 我不会给你通报的 所以的话 我如果在战时的话 我这些军舰上 我这些潜艇上 我都会携带战术核武器 我通过战斧巡航导弹 或者通过其他防区外打击的武器装备 来对朝鲜某个目标进行核打击 这个是完全在美国的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所谓的不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 比如我不会把我的某一个核弹 以库房的方式 放在韩国的某一个基地 比如龙山基地或者群山基地 这样的话是符合其实际的要求 但是一旦朝鲜半岛真的爆发了军事冲突 那我这个轰炸机飞过来 在这暂时落一落 你知道上面有没有核武器 所以完全是美国说了算 而不是朝鲜 韩国说了算 所以你看我们要小心文字游戏 所以那您的解读 就是现在来看 这个所谓的半岛物核化 这个其实也就是个空架子了 在这现在来看 换句话来讲的话 战时的指挥权在谁手里 谁就掌控核武器 包括其他大规模杀身武器 你看文在寅一直说要要回来 美国怎么可能会给呢 张一说说什么也没用了 因为指挥权在哪里很明显 对 因为我们的菲鲁文 也看得这个非常的透彻 他说虽然文在寅对韩国 这个持核的意见非常的不同 但他终于还是会向美国妥协的 尤其是在韩国 现在的国家安全 都是靠美国保护 所以美国说一 文在寅也是无能为力的 除了今天这个热点之外 我们再来看看 今日刊点 我们来关注 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 部长李干杰 在史主大记者会上也表示 2016年京经济长三角 还有珠三角 三个重点区域的细颗粒物PM2.5 平均浓度和2013年相比 已经下降了30%以上 而他在回应本台记者提问时 也特别表示 环境保护要打攻坚战和持久战 问题的积累不是一天两天 要解决也绝非能够一夜之间 所以我们这项工作 按照部署现在在这里紧密的推进 紧罗密鼓的推进 整个攻坚行动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 将持续到明年3月份 并且向大家报告 我们这种攻坚行动 可不是打一次就完 以后几年还会长期的把它坚持下去 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开展的这些专项行动 制定实施的这些措施 绝不是在搞运动时 而恰恰是在探索和建立一种禅销机制 并且这种禅销机制 现在看起来 这种机制看起来还是管用的 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明则表示 过去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着 重视增长速度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 太强调 会尽快补上生态环境这块最大的短板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也是我们国家天更蓝 水更清 山更绿 还有19大报告当中 有多处还涉及到了台湾问题 在北京有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就指 报告中不少涉台提法都是第一次 向台湾传递要推动和平发展 也坚决遏制台独的信息 学者并且分析指 在台海新形势下 大陆对台的策略已经发生转变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19大报告中将完成祖国统一 与推进现代化建设 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列为三大历史任务 并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 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 让大陆民众放心 也让台独分子死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也让台湾民众放心 就是说 我们依然坚持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继续追求 以和平的方式 实现国家统一 就是一国两制 李振广说 19大报告也给台湾问题划下红线 他还注意到 报告中提到 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时 除了表明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还强调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如果说台独分子 胆敢闹事的话 那实际上是给我们 用武力实现国家统一 一个很好的机会 李振广说 19大报告中 明确要采取措施 方便台湾同胞 到大陆求学 就业创业生活 这反映在两岸关系新局势下 大陆已经改变过去的对台策略 过去上就是我们对台湾 就是大幅的让力 到岛内去 让台湾民众感受到 大陆对台 对台湾民众的善意 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工作 被民进党污名化 确实强调 现阶段对台工作的重点 是让更多的台湾同胞 到大陆来 实实在在地分享 大陆快速发展的红利 拉近两岸民众的距离 壮大促进统一的力量 凤凰卫视 霍卫卫王磊 北京报道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频声音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您也可以登陆 以下客户端了解台节目后的 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主价观点 让我们有话 一起讲 来来来 我们来追流星 其实追的不是流星 我还以为你要唱那首 流星雨 陪你去看流星雨 我在这里秀 大家不陪你 我再想一下 一定要让他唱一下 为什么他星期一 都已经穿了蓝色来上班了 让他发书一下 其实以前 很古早时代 不都说看流星 还不吉想不吉利 但后来呢 到变成了情侣们 一起去看流星雨 许愿 到现在变成流星 能不能带来 一夜致富的梦想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追溯到 10月4号那天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对着天空划过的 那一抹流星许愿 这颗流星 是在从云南省 香格里拉的夜空划去了 划过去 我们来看 那有画面 当时说这一块流星啊 是发出了强烈的亮光 被科考人员认为是流星体在空中发出了空爆 那么还没来得及吃完 手中月饼 各路的陨石猎人便启程 赶往了事发地 想寻找这颗天外飞鲜的 对 然而真的是大海捞针啊 哇 你看这个网友们上传的视频 声音很激动啊 很兴奋 为了尽快找到陨石标本 做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 陨石科学考察专员委员会啊 还发布了一道悬赏令 以每客单价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收购到最先寻货的陨石标本 但是啊 现在小半个月过去了 这个悬赏令还没人接下呢 那一些陨石猎人 还有这个天外爱好者 怀甩着一颗一夜暴富的心 和路人们纷纷就预接悬赏令 可是展示出来的陨石 基本鉴定为冒牌的货 考虑到生物险境巡视的风险增大 以及安全问题 那么这道悬赏令 也在10月21号截止 但科考人员的搜寻工作 仍然在继续中 哇 一颗陨石可以带来多少的秘密 解读多少的一个现象 爱情恒久远 陨石 用客算 用客算 飞鲁文就说 他说这个陨石啊 真是因为天上掉下来了嘛 而且物以稀为贵 所以大家都会特别特别喜欢 而且对于人来说 这一块天外来客 能够引发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一个无限想象 而且他带了很多的秘密到地球来 上山入水呢 就说这中秋节路在云南的这个陨石 现在还没有找到 所以他希望那些寻宝人呢 赶紧找到这一些小小的陨石 那他说不可能 不过很有可能已经被大气层剧烈的摩擦 完全烧毁分解了 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而吴邪也说 他说把恐龙灭绝的陨石 他不喜欢 他说大家对我们友善才可以 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也来来为天文贵客 是 我们特别请到了在北京新媒体的直播室 北京天文馆馆长朱敬先生 欢迎朱馆长 朱先生好 嗯 大家好 朱先生我们特别好奇 您应该是这个 在微博上我们经常能看到 这是科学发烧友了 对于目前天文学界 对于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陨石 现在初步的研究 有没有什么推测 你是掌握到的消息 还有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这块陨石的搜寻工作进度如何 是不是已经快要找到了呢 对 还是说像我们网友说 已经被大气层剧烈的摩擦 完全给损坏了 嗯 是这样 因为我们目前呢 就是我们能够有的观测现象 实际上是陨石掉到地面之前的这个火流星现象 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流星体 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产生的发光的现象 那么从这次的火流星现象来推断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可能会有陨石落下来的 就是说完全被烧毁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这个10月4号这事件发生之后呢 实际上美国宇航局也对陨石可能的降落地点给了一个预测 包括这个整个的陨石的它这个爆炸的当量等等 然后也是确实是国内很多的这个就是应该说是爱好者为主啊 专门的去那个香格里拉去寻找陨石 那据我现在了解的消息就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 还没有找到 然后呢 绝大多数队伍都已经就是离开了香格里拉 但是截至到今天还有两只这个陨石搜寻的队伍还在那个当地在找 那么现在判断可能就是 我觉得啊就是靠这个专门的去搜寻 可能找起来难度比较大 不一定能找到只能是留在以后 可能是比如当地的这个百姓 如果是从这些陨石菜的地方经过呀什么的才有可能找到 好我们先谢谢朱先生 继续在节目中 这个我今天手上拿了一块 当当当当 这个麻烦给我们一个来给个大特写 在我手上这块 据说就是一块陨石 我完全我真的不确定 因为这个是本公司非常有名的评论 朱文辉先生送给我的一块 这个据说是一块陨石 可能是在它是说是在新疆好像发现的一块吧 不过刚刚宋先生翘微静静一下 他说他觉得应该是因为表面上有那个被燃烧过的那样的一个烂点 这话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做验品的话这些东西都能都能做出来 有人做假的比真的还做的还真 这个东西要真要确定的话 必须得到专业的实验室去化验 它的成分是什么年代是什么 另外呢这个地方究竟是烧食出来的 就是剧烈摩擦烧食出来的还是后人做上的 都会去做一个鉴定 我们就说当这颗陨石呢 在我们这个主持台上轮流的把玩的这个同时 大家在想 有些人就在想我剪到这一颗 我是不是就一夜致富了 在市场上出现了好像蛮多的陨石 但是到底真的有多少 那个收藏的有一些现象 或说乱象的情况如何 北京新媒体中心的同事就来带我们了解 无力不起早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 方间传言说这陨石动辄几十万上千万 甚至过亿的价格 的确让不少收藏者是趋之若鹜 93年苏富比拍卖行 以44.25万美元成交一块 0.33克的月球陨石 相当于每克100万美元 98年纽约的菲利普斯拍卖行 以7333美元 拍过一块火星陨石 而这个价钱是同等重量黄金的1000倍 14年呢 西林浩特的一次火流星事件当中的陨石 也被炒到每克12万的高价 动辄几十万上千万这样的价格 再加上方间流传的 捡到陨石一夜暴富的江湖小故事 也难怪大家会放下手中的月饼 天南海北的找陨石 那陨石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从事陨石相关工作多年的北京天文馆 陨石资深专家张宝林说 其实市场上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过特别高价格的陨石 一些拍卖出天价的这样的案例呢 多是炒作 在他看来 100块钱一克已经算是高价了 还有什么2块钱一克的呀 几毛钱一克 如果有人跟你说啊 这卖到几万块钱一克 那肯定就是在瞎忽勇 的确故弄玄虚呢可以说是陨石倒卖界惯用的套路 比如说近年来市场上热度很高的黑宝率 号称是2万块钱每克 商家宣称啊 它的价值高于月球和火星陨石 而且把来源说的是神乎其神 说它极有可能是来自于150亿光年以外的宇宙大爆炸时期产生的星球 甚至有人说买一个这个放在身边可以延年益寿 在陨石界还流行这样一句话 说10块陨石9块甲 鉴定就成为了陨石收藏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过去的10年 各种民间的陨石鉴定机构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 不仅检测的价格成千上万不等 甚至有一些非法的鉴定机构 专门就给假的陨石来制作鉴定证书 有人呢就抱着高价买来的所谓陨石四处鉴定而倾家荡产 除了假陨石以字充嚎也是骗怎么惯用的伎俩 他们会把一两年内掉落的在国外的新鲜的廉价陨石 拿到价值比较高的陨石坠落地现场 再当成现场发现的陨石来炒卖 这种以真乱真的方式鉴别起来特别困难 不论是收藏者还是专家都想推翻这个结论 但是很难 从寻找陨石到鉴定再到拍卖收藏 由于规则不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陨石收藏的这个圈子啊简直就是一个鱼龙混杂 而又盘根错节的江湖 总之里边的水深着呢 哇 来到问专家 没错 问问专家吧 我们继续来请教北京天空馆馆长朱敬先生 朱敬您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陨石 现在大家都有几个问题在这一个个来聊 先说这个陨石发现到底归谁 所有国家 还是说搜寻者 还是说这个落点土地的所有者 目前这个国内陨石研究还有收藏有没有哪些是需 地方是需要规范的呢 你觉得 呃 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呢还没有专门的陨石法 所以呢 这个陨石掉下来到底归谁这个问题呢 呃 目前从实践上看啊 很多时候都还是就是发现这个陨石的人 他就会这个呃 就是作为陨石的所有者 当然就是我们说呢 呃 这个陨石本身 它其实是我们科研的一个很重要的标本吧 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也都建议 就是说这个捡到陨石了以后呢 还是要把它这个上交给国家的科研机构 当然就是我们也会相应的就是有一些奖励 嗯 呃 总总体来讲 我觉得就是呃 目前来说呢 很多时候比如像这次香格里拉 这次陨石还有就是前一段 其实几年前还在那个内蒙的西林郭勒 其实都有这样的这个火流星事件 都有可能有陨石掉下来 呃 从我们现在专业人员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呃足够的精力真的去出去去搜寻 所以我认为呢 还是应该鼓励大家 鼓励这个民间的这个呃 呃 饮食爱好者们呢 去呃 去找隐食 但是就说找到隐食怎么办 像刚才那个片子说的其实特别好 就是现在目前国内的很多这个隐食的鉴定 包括隐食的买卖 很多都是假运食 这个我觉得是最需要规范的 这个这个其实特别严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的呃 国际的这个隐食研究领域的这个声誉 嗯 是 这朱管长后面说的更是重点啊 没错 看来万俊你还可以保留这一棵 还有还能继续收收藏当中啊 所以宋先生您觉得这个收集隐食的人 主要到底是为了发财目 还是真正对科研有兴趣 我觉得主要就是好玩吧 当然有一些人的话 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谋利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隐食的收集确实很难 假的比较多 真的比较少 嗯 主要就是一个鉴定比较难 现在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刚才朱管长已经提到了 就没有一个权威的鉴定机构 另外一点你知道每年落 每天落在地球上的隐食是多少 两万吨 嗯 所以在那个地球每天都在征重 那么一年 它的重量会增加多少 大家能看得出来 而且陨石本身 它有陨石有陨铁 嗯 还有一类叫冰陨石 它增入之后的话 它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的话 这些东西你怎么去收集 所以我觉得陨石这个东西 把它做一个爱好 挺好 千万不要指望这个东西来发财 没错 这个爱好可以 发财就算了 算了吧 怎么来鉴定什么是 什么样是陨石 对 什么样是真正天外来客 这个田川有办法 没错 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些天外来客 到底应该是要怎么样鉴定 由于说这个 它的外形和地球上的 岩石很相似 所以分辨起来 也不是一种陨石 特别是就算万骏手上 那个有一个 是被火烧过的痕迹 但也许也是被造假的 那还有几个 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呢 也可能会帮助大家 鉴定一下一块石头 到底是不是陨石 首先咱们来看陨石的外观 那陨石外观呢 是在高速的坠落过程当中 所以陨石和大气层 会发生摩擦产生的高温会让陨石表面融化 从而会形成这一种所谓的是融壳 那大多数的这种陨石的融壳都是黑色的 但如果说它坠落的时间比较久远的这样的一个陨石融壳 可能是因为风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过程而变成了一个深褐色 另外咱们来看陨石的这种表面啊 可能会有像拇指按过的这种一个一个的坑 这样的一个坑呢 就被叫做气印 也是在陨石和大气层摩擦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但是由于陨石在降落过程当中会在空中不断的翻滚 所以啊并不是每一颗陨石上面都会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气印 那咱们再来从形状上看一看 陨石呢极少呈现成这样子球形或者说零有角 那大多数的陨石的形状都是比较不规则的 但是这个边角啊你会发现说都会比较的圆润 而且在重量上面呢 绝大多数的这种陨石都比同体积的地球岩石要重 那另外咱们再来看一看 种类可多了 陨石呢有铁陨石 石铁陨石乃至于说是石陨石都是具有一定的磁性 而这铁陨石尤其明显 所以啊你放一个铁上去它直接就吸住了 而目前国内外这个普遍都是以是不是有磁性 作为判定陨石的首要因素 哎万俊你快来试一试看有没有磁性 我就特别想拿过来给你让你试试 拿过来给我是吗 但其实啊因为这个符合以上几个条件呢 那一块陨石石头啊 你就可以拿去实验室做进一步的这个验证了 那到了实验室的时候呢 检测阶段就是最常用的法宝呢 解释靠检测石头当中的布的含量 那如果说能证明眼前的这一块潜在的陨石当中呢 布的含量是在百分之一 孽的含量 孽的含量 哎呦我太没有学问了 孽的含量是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之间呢 这几乎啊就能够肯定它的陨石身份了 而不一样的陨石呢 它的价格也会依据其稀有程度的不同 有所差异 像是说比如说月亮的陨石啊 或者是火星的陨石 这样子数量相当稀少的品种 价格可以达到了大约 六千五百到八千元人民币一克 而普通的球类陨石价格 大约是在六百五到两千元一克 另外呢 还有就是陨石的表面是否完整 咱们来看 说很多不同种类的这样的一个陨石呢 陨石的发现类型 是不是可以被发现 那还有就是 是不是当场被木鸡它直接坠落的 另外一个就是 木鸡的陨石有没有击中人 或者是动物 以及陨石当中是否有含有生命特征 所以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 别看陨石这么小 它都会影响着陨石的价值 我们谢谢田川 其实照这样说来了 待会会有机会更细看一下 万军手上的这颗陨石 到底真假如何 而且北京呢 还有我们的天文馆长朱敬先生 专家也还在 那他在科研方面 到底一颗陨石 他身上承载了多少来自外带中的秘密呢 在此稍作休息之后 回来我们继续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 微博微信 进入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我们有话一起讲 陨石的坠落 当然会给地面带来一个坑 但是刚刚像个里拉那个意外 因为它在没有降落到地球表面的时候 就已经爆破了 而但它的价值是不是也只是一个坑呢 而在陨石猎人疯狂搜索之际 大家觉得说这陨石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也走上了北京的街头 我听听你怎么想 比方说做科研的人 肯定会有点价值 陨石 我看新闻都说挺有价值的 说什么捡到一颗陨石 就成了什么百万富翁啊 什么什么的 可能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吧 我觉得 因为毕竟这东西也不多见 得物以稀为贵嘛 可能就是考证一下 它那个 在什么星球上掉下来的 那个星球存在的是什么东西 那可能也就是我们在寻找外星人 也可能外星人在寻找我们 是一样的嘛 然后有可能就是残留的东西掉下来了 可能对研究太空啊 什么的 宇宙的这些东西 可能有一点帮助吧 我觉得做饰品应该比较合适 你看能经过那么多光年 然后还能在地球上 还能存在那么 就是到了地球 还能有那么一小块的存在 说明它是很经得起时间 和这种空间的考验的 所以可能会很多的情侣之间 会代表送送他们一个这种比较特别的外太空来的东西 这个应朋友圈网友要求 我们大家来尝试 刚才田川所讲的这个 他就说这到底是真是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可能可以刚刚从刚刚田川整理的这个部分来看看 就说它这个要有外表绒壳 这绒壳 而且呢要有气印 气印 就是那个小孔 一个洞一个洞 那内部呢 它有些是像手指按下的手印 然后内部是不是有金属 我看到这个 很多是铁的这个成分 那它有磁性 而且还有球力 那当然就还有一个比重重量 压手吗 你觉得 所以你说它乍看周围的那什么什么脚 应该都是圆弧形的 这个没有符合 对啊 对 所以这个乍看的有一点点感觉 仿真 仿真都比较高 是 所以我们还要特别请教一下 在北京天空馆馆长 朱敬先生 这些陨石对于咱们的科学研究 以及日常生活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你觉得 是这样 我们说陨石的价值呢 应该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科研价值上 因为对于我们那个天文学研究来讲呢 就是绝大多数时候 我们所关心的对象 都是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的天体 或者这些天体相关的天文现象 实际上 它基本上都是我们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 陨石几乎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 真正拿到实验室里面进行研究的一种 我们的研究对象 因为它是本来绕太阳运动 但是呢 被我们地球挡住了 所以掉下来 掉到我们地面上 那么这个陨石本身呢 就是绝大多数陨石 它都来自小行星 或者也有一些像刚才提到的 有些月球陨石 火星陨石 甚至呢 还有一些陨石 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太阳系 就是46亿年前形成的时候 当时就形成了那么一块 一个我们叫星子 它还没有遇到其他的东西 没有长得更大的时候 一直绕太阳转了40多亿年 被我们地球挡住了 所以呢 像对这些陨石上面 其实它还带着我们太阳系 形成时候的一些 非常珍贵的一些信息 所以从研究的情况看呢 陨石对我们研究太阳系的起源演化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包括我们研究它的本身 比如说我们通过对陨石的研究 去讨论哪些 比如说多大的小天体 可能经过多长时间 会撞我们一次 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 不简单 我还很好奇 因为上次相互里来的陨石 它是距离地面40公里的时候 它就自己爆破了 而且它那个威力是达到了540吨的炸药的这样的一个威力 所以它陨石坠落对于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程度到底是有多少的呢 我们的地球会不会因为陨石的坠落 你要足够大的 当时恐龙面具不就是因为陨石撞击吗 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们也先谢谢北京天文馆的朱镜馆长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一般人可能比较难理解 就是这个陨石收藏者的这个世界 很多人看起来就是陨石也就跟一般的石头没什么差别 但收藏者的眼中 这个陨石却代表着人类和宇宙的深层联系 也关乎着生命的起源 甚至是奇妙无穷的感觉 你们来看看 对 宋先生对陨石其实也是很好奇 原来曾经立志当天文学家 对啊最早的时候而且陨石本身哪最多 南京和北京是最多的 而且大部分陨石是坠落在这两个地方 有磁场 所以陨石本身它就具备两个概念 第一就是科研第二就是收藏 还有一方面没时间了是吧 那就听你的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话题原来陨石的话题 我们就说要探测它的秘密 其实还有非常多话题 还有包括呢有很多传说什么 陨石道理跟我们人体的这个磁场关系等等等啊 容后再续 这个时间带您一起转角看到爱 在武汉呢有一位女孩子 她叫马梦杰 她是一个摄影师 而在她的心目当中啊 说爷爷呢是一个非常节衣缩食的老人家 从来都没有真正拍过一组照片 所以这位小小摄影师也为了原爷爷一个梦 为他去拍了一组照片 而且18岁的爷爷呢就戴着绅士帽 黑色的黑边眼镜 再配上西装和马甲 手上也拿着咖啡或酒 望着远方一副绅士拍头 而孙女呢就说啊 说想趁着爷爷精神状态还好的时候 为他拍一套照片 爷爷刚开始只是对着镜头摆出夜的一些首饰 但是经过孙女的指导也变得越来越自如了 而这一套艺术照也让爷爷高兴了好一阵 马梦杰说啊 说虽然老人家不善言辞 但是他们其实都很渴望和小贝交流 爷爷也还跟他约定好说 如果有合适的衣服 咱们再拍一套 我觉得任何年龄段都有最美的一个拍照角度 今天也谢谢大家的留言 再次谢谢宋先生的一个点评 祝福大家都万事健康愉快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九点直通车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